我们帮发加拿大中国专业护理学会第二届节俗女性奖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我们的那个黄树门议员一直没有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就不再等了 现在有请我们的新一届节俗女性上台 有请陈琳上台 有请我们的南希曙上台 有请蔡文梅上台 Lamana Armstrong Please go on stage 现在我将请出我们上一届的首届节俗女性 把我们这个节俗 节俗女性的奖状传递给他们 有请我们的律师江帮顾第一届节俗女性获得者 有请许琪我们的首届节俗女性获得者 有请加拿大中国专业护理协会终身农业会长 沈建源我们的第一届节俗女性获得者 有请我们的中生农业会长 李主云上台 看来今天这是一个 就说好像是安排好的 我们刚好第一届的七位 还有我们的张瑞台长是否在场 走了 看来这是安排的好好的 是吧 你看我们的四对四 他很谦虚 他想我先走了 我们来了五位 OK 请把那个奖状拿上来 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像刚才我在开场演讲的时候说的 他们都是最值得称赞 最值得赞扬 最值得学习的 我们的陈琳 他有一个声乐学校 不光把我们这个声乐的文化 传播到我们的这个主流社会 传播到我们多元文化这个社区里头 他在这近几年来 为我们的各个灾区 捐赠了十几万的这个加密 在他的那个 就他不光在这个 在为人师表 在这教学 他还想着一片爱心 各个什么地方有灾难 他就动员他的学生 他的周围的朋友 共同捐赠去支持在区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赞扬的 有请我们的中文生荣誉会长 沈谢源 给我们的陈琳女士颁奖 这个颁奖时分 几分钟就过去了 但是他凝聚着 每个人的心情的汗水和付出 我在此要感谢所有支持 我们这次活动的各界朋友 各界人士 我们的心情的义工 还有呢 我特别希望 你看 我们去年做这个奖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们要把杰出女性奖 代代相传 所以希望你们在座的 某一位 能成为下一届的杰出女性 有请我们的